只有過幾個不錯對象 說起來並不寂寞孤單 沒有錯 二十幾歲的愛情就像佑嘉講的 尋尋覓覓 走走看看 婷婷 突然一晃眼 一個人都沒留在身旁 突然啊 進入了三十歲之後 你龜毛的像個五百 斷了斷了斷了久 斷了不要再練囉 算了算了算了久 算了不要再你你我我 對 你面對愛情啊 你只敢想 卻不敢去碰 又大家好 我是七老大 三十歲啊 對你來說 到底是個怎樣的年紀呢 生活上啊 你可能經濟獨立 愛出國就出國 懂得享受生活 穿衣啊 有品味的親手女 但在感情上啊 你處在一段啊 不進則退的關係 想要結婚 但是啊 眼前的這個男人 真的可靠嗎 或者是啊 你剛結束了幾段啊 不適合的感情啊 讓你啊不再敢 交出真心 老大知道啊 年紀對於女生 它是一種不安 怎麼突然就收到啊 下屬Catie要結婚的帖子 嘿 Maggie啊下個月的餓寶就出生啊 到底要送什麼禮物 過年啊 親戚朋友看到你有意無意的問候 老大當然知道啊 這一些全都會造成你啊 一股無形的壓力 所以啊 今天這一集 七七老大就要來跟各位聊聊啊 當你的青春愛情到了酒局下半 你該如何去面對 如何看待 30歲的你啊 請你看看這支影片 老大希望你啊 駕馭愛情 享受人生 成為生命的主人 30歲的你啊 到底在想什麼呢 當年啊兩個人窩在只放的下一張雙人床的小小套房裡 你們啊 一起吃一碗泡麵 蓋同一條毯子 一起去看影集的小小確幸 沒有車子啊 女中騎著摩托車更是浪漫 但是啊 如今的你啊 這一些已經變成啊 你過濾下一位對象的條件 30歲以前 你可能會因為 還單純的感覺對了 就去交往 30歲之後啊 也許你感覺對了 但是你卻不一定會答應他 只因為啊他第一次跟你約會啊 可能在 前都 或者是啊 他啊 坐著捷運送你回家 這時候的你啊 不再被感覺牽著走 要不要愛上一個人啊 開始變成自己啊 能夠選擇的事 你心裡會覺得啊 欸 真愛已經夠難遇見了 欸 真的沒有空啊 再讓這些人啊 去浪費你的青春 所以啊 夜深人靜的時候 你可能會感覺到啊 自己不再純真 你知道啊 自己開始隨著現實而變了現實 你開始啊 質疑這樣的自己 對不對 來 讓老大來告訴你吧 衡量背景 價值觀 條件 去計算啊 投入多少愛情成本 然後啊 能換來多少未來生活的模樣 哦 這沒有錯 以前的你奮不顧身 投入愛情時 愛情給了你什麼 片體淋傷 所以啊 此時啊 你選擇更愛你自己 這真的沒有錯 你還記得啊 青春年少時 談的那幾場戀愛嗎 是不是啊 常常他一通電話 你就取消了三個月前講好的閨蜜聚會 你的行事力小本本 永遠充滿著他的行程 他媽媽生日 弟弟畢業典禮 阿公節渣 貓咪忌日 不是 阿公忌日 貓咪傑渣 這些啊 全都是你的生活重心 年輕時你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他生氣 但是啊 慢慢的你開始了解 人生他並不是討好 不是啊 強迫自己變得不是自己 只因為他喜歡 你開始懂得為自己而活 你開始懂得充實自己的生命 再也不會傻傻的等他下班 等他來接你 你做完指甲 練完瑜伽 學完插花 如果他也正好下班 那就見面吧 你能懂我的意思嗎 一味的遷就 討好 妥協 是沒有用的 你必須真的要對自己坦誠 才有獲得幸福的機會 你為公司啊 做牛做馬 青春年華 全都消耗在那個小位子上 你待在公司啊 可能超過 三次世界杯的時間 但是啊 到了要升遷時啊 老闆可能啊 還是會把機會啊 給了比你晚進來的人 或者是啊 你可能把愛情當作主修 凡事啊 都繞著感情去經營 什麼工作啊 夢想啊 生活啊 它都成了配角 曾經啊 有了愛情啊 你不吃飯都可以 但是啊 這些年的戀愛啊 曾經啊 你深信的至死不渝啊 全都餘了 還是說 畢業的時候啊 你渴望啊 出人頭地 成為家人的驕傲 但是啊 現實的忙碌加班 讓你啊 也常常 按掉媽媽的電話 甚至啊 一忙啊 連回都沒回 只有逢年過節時啊 你才能夠回家 陪阿公阿嬤 你以為啊 他們一輩子 都在那裡等你成功嗎 也許啊 在你有小小的成就之前 子欲養 而親不待 他們已經不在了 所以啊 你才能夠明白啊 這個世界啊 它根本不是童話故事 努力啊 它不見得會成功 友情人也不見得走到最後 你慢慢的會發現啊 事與願為啊 才是人生的常態 所以啊 有時候啊 我們決定不了結果 但是啊 我們至少能夠做到的就是啊 讓我們現在的每個當下 都是值得的 都是開心的 我不管啊 兩年後我在哪 你在哪 我在意的只是啊 今晚我能夠開心的跟你一起度過 所以啊 七位粉們啊 看淡那一些啊 我們決定不了的未來 看中那一些啊 很容易被你遺忘的 每一個現在 有時候啊 我們很努力 也沒辦法讓老闆加薪 甚至啊 我們不能決定啊 房價何時 跌到你買得起 但是啊 至少你必須知道 透過一個動作 真的能夠讓你 省更多 賺更大 這是啊 現代人的小確信 星光銀行 OU數位存款帳戶 你開戶啊 再也不用跑銀行 在家上網啊 按一按 輕鬆就開好 新台幣活儲利率 最高1.85% 比起其他一般的活儲啊 高37倍 星光幫你把錢變大了 拜託啊 別再傻傻的拿本子去銀行 存錢被當潘啊 你是啊 星光數位帳戶 去連結LiPay Money 消費最高 想5%現金回饋 不管是啊 MOMO PC Home 網購 還是去星光三月百貨 全都回饋現金到帳戶上 花錢也能夠賺錢 等於啊 每個月幫你賺幾頓大餐費 既然啊 每個月你都要花錢存錢 請選擇你最賺的 老大真心推薦 星光銀行 OU數位存款帳戶 絕對是啊 現代人理財的新概念 快到啊 資訊欄網址去看看 讓自己幸福感提升 不要過度準備 保持平常心的你最美 這一種鬼話啊 你不要相信 這就跟啊 你學生時代隔壁的同學放話 我昨天都沒念書 結果啊 今天他就考一百分啊 一樣的道理 愛情啊 也跟這個一樣啊 你30歲過後 還在那邊隨緣的等待愛情出現 連江太公可能啊 都比你積極 更不用去說那一些啊 心機重到爆炸的 綠茶表 他們啊 計算每張IG照片自拍的角度 連乳鉤露出來的長度啊 都精密的去分析 每件出場的戰袍 他都給我啊 規劃在筆記本裡 啊 他跟男生啊 碰面事前的演練啊 比北韓啊 更加軍事化 所以啊 鏡頭前的七味粉 佛系女孩們啊 你要啊 主動的出擊啊 請你們記得啊 無論幾歲啊 戀愛的終點啊 他不是結婚啊 戀愛的終點叫做 快樂 所以啊 你大可以去談一場圍棋啊 三個月的戀愛 交一個啊 比自己小七歲的弟弟啊 也啊 不需要去排斥朋友幫你介紹 相親的配對啦 月老那邊綁個紅線啊 甚至啊 那些看對眼的健身教練啊 熊貓外送啊 他通通是機會 所以啊 請打開你的心胸啊 一切以啊 林祖媽 爽 為出發點 記得喔 不管你戀愛啊 幾歲都一樣啊 不為別的 就是要你開心 拿張鏡子出來 好好的看看你自己 多少次你為了家人犧牲 多少次你為了愛情遷就 多少次為了眼淚而妥協 又有多少次你因為捨不得而被挽留 鏡子當中的自己 三十歲的你啊 歲月 深深淺淺的刻畫出滄桑 但是啊 請你熱愛此時的自己 即使啊 你的皮膚啊 可能沒有辦法跟啊 Omni啊 把他搖來搖去的嫩妹比 或者是啊 體力已經讓你無法啊 玩到看日出 繼續耍團 但是喔 請相信我 歷練和腦袋 絕對讓現在的你很美 你講出來的話啊 一定啊 比啊 腦袋破洞的東區少女啊 好玩一百倍 你做出來的行為優雅 也絕對比啊 二十歲當年的你啊 更加充滿魅力 所以啊 不要留戀過去 不要害怕未來 喜歡現在的自己 熱愛現在的生活 三十歲 他是一個獨一無二 最美 最聰明的存在 講了這麼多 老大最想說的 也就是 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啊 人生啊 他之所以美好 在於啊 他沒有公式 他有千千萬萬的可能 所以啊 三十歲之後啊 放手的做自己吧 被這個城市 深深的傷害了嗎 想離開無數次了吧 那就勇敢背著你的行囊啊 尋找新的生活吧 五年前那個嚷嚷著說啊 要啊 辭職創業 現在啊 卻整天啊 還在小套房 打手槍 不是 打手遊的男友 你想分 就分了吧 適不適合 快不快樂 其實你早就知道了 范瑋琪說啊 想要到達明天 現在就要起程 愛自己多一點 讓枯萎的青春 重新綻綁 重新創開 我是七七老大 請你更加愛自己一點 然後分一點給我也愛我 我們下次見 請進 你稍微等我一下 我把這一段錄完 那天啊 我把這個肥鎮都組成了 因為我們已經把這個肥鎮都合成了 所以我跟她說 我把這個肥鎮都合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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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一個肥鎮都合成了